欢迎收看,我是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ax平方加7x加b等于0的两根解出来是3分之2和负3 请问a跟b这样,a加b 那其实就是要求出a和b啦 那这样子的问题呢 这个我们到后面介绍了根与系数的关系之后 的确是有一些好像公式的东西可以解 但是我个人呢就是比较不建议 就是说动辄去把公式背起来用 我觉得主要是会想,能想懂就好了 那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呢 比较好的做法 就是比较推荐的做法就是我们回来找这条方程式 它已经知道两根了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因式分解的概念 你可以知道它原本是x-2分之3和 另外一根-3的话是x加3 那你想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写出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要这个多练习 我们前面这个因式分解的概念 你应该可以感觉出来它根是多少就是用x去减它 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这个等于0嘛 这个等于0,然后x就会等于 它减的这个根,对不对?所以根是2分之3的话 这也就是x-2分之2,根是-3就是-3是加3 这样子 好,那所以说把它展开来会得到x平方-2分之2x加3x 也就是3的话是3分之9,也就是加3分之7给x 然后3乘3分之2是-2等于0 那然后去对这个系数,去对这个系数 7它是3分之7,所以怎么样?要变成7嘛 所以等号两边同乘3 所以A就是3B就是6 A加B等于3-6等于-3 可以吗? 那这一集就是练习一下我们前面这个因式分解的概念 那我们今天主要要来介绍这个所谓的判别式 我们上一集有留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要去算 x平方 那个问题我们问的是加多少? 加5吗? 加4 加4x 我说这个如果我是老师 或者说学生当了小老师 然后老师可以叫学生出题目 其实叫学生出题目是一个蛮好的学习过程 因为学生要出的 有点什么 不一定是很难,但是就是有点什么 所以他就会去想他到底学了什么 那当然比较不好的就是说学生可能会去翻考古题操 但是如果学生想展现自己的这个不一样 希望我出的题目,班上第一名都不会写 然后老师说你这一题真的是出的很有想法 那他就会去想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我不管怎么样 如果今天我让学生突然要出一个题目 他写了这个式子 他这里要填多少 他要加多少或减多少 我可以确保他不会是无解 那这个范围在哪里 这个范围在哪里 那我们先讲结论 结论就是这个 最最多就是加到 这里不可以加到他超过完全平方四 就是说我们这个完全平方四的话 是不是要这个除二然后再平方 对不对 所以是一四四嘛 这里是四嘛 这里不可以加超过四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你如果这个配方法的部分 有跟着做然后手的话 你就会感觉出来 如果这里加五 如果我出这样子 那到时候我这个加五一过去 是不是就会变成是负五 那到时候我这边加四 配成完全平方的时候 这边就会留负一 所以我这边 我要 你可以想象我这个五到时候四 要留着吗 所以我过来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有负一要过来 所以我这边不可以加到超过四 加到超过四到时候 就会有负数过来这边 就解不出来了 这个是用想象的 用感觉的 那实际上是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个东西 叫做判别式 那判别式 definition吗 我忘记它的英文是哪一个来的 来 判别式的话呢 它是怎么判别的 其实就是从两个角度去想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 用配方法的概念 你最后配出来 这里不能是负的嘛 那我们前面有说明到这个配方法 它后面这里其实有一坨是4a分之 b平方 4a平方分之 b平方减4ac 那这个不能是负的 所以可以用这个概念去想 又或者是我们一般介绍的时候是从公式解那边 最后我解出来 是这样子嘛 那就是我说你如果用配方法的话 配方法的右边这边是4a分之 b平方 4a平方分之 b平方减4ac 这个不能是负的 其实也就是这个根号里面不能是负的 如果你的根号里面是负的 那这个数字根本不存在 那你x会等于一个不存在的数字 所以这个判别式就是b平方减4ac 就是说如果原本式只是ax平方加bx加c的话 那判别式就是b平方减4ac 那如果它小于0 那就无解 刚刚说了你这个根号不可以放负的 或者我说我组成一个完全平方4之后 右边不能是负的 对不对 如果它等于0 那以公式解的角度来说 这边等于0也就它不见了 那它就是2a分之负b正负0 那正负0就是都没有 所以就是2a分之负b 那这样x就变成只有一个答案 那这样我们就叫做重根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以这个配方法的角度来说 它配好了之后 右边是0 也就是它是刚好是一个完全平方4等于0 那所以答案就只有 就是要让这个平方4等于0 就里面要等于0 所以答案只剩一个 也就是原本是一个完全平方4的意思 那这样两个根就会变成一个 就叫重根 那如果它大于0 那没有问题 那这个里面就是2a分之负b正负一个东西 正负一个正数 那这样就有两根 有2解 有2根 以知重根求k 所以用判别式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判别式是什么 在这里写一次 就是那个根号里 如果你公式解有记的时候 它就是公式解那个根号里的东西 这样子 好 所以它就是b平方-4ac 这是判别式 那如果重根的话 我们刚刚说判别式会怎么样 这个滑鼠点回去前面看一下 那如果以知有解 那这个k的范围是什么 如果无解求这个a的范围 诶 这一题是m 不是k 那最后这里 这一题也是如果重根的话求a 那大家可以先想想 好 那这个我们这一堂课 来闲聊闲聊这个 我们之后在公民会学到 民法跟刑法 民事罪跟刑事罪 民事诉讼跟刑事诉讼 那到底这个民法和刑法差别在哪里呢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民法我们讲的是侵权 行法我们讲的是罪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你打我 你打我 你打我是天理所不容的 我不是夸张 我说真的 你不可以没事打我 所以你如果打我了 那个是路边的人看了 都会觉得不对的 我欠打吗 不管怎么样 这个我做了什么 你可以把它讲出来 以遭公信 让大家来评论我 不可以没事打我 除非 也不是说除非我打你 即便我打你 你也不好 没事打我 对这个你可以告我 如果我打你那就是我有罪 但不鼓励施行 所以你打我是不好 是不好 所以你打了我就违反了罪 那这个就是任何人都觉得不好的 所以是政府 政府是我们的法治体系 所要求大家不准做的 罪是不准做的 做了 如果你做了 你犯了罪 那政府就会用公权力起诉你 抓你 罚你 这个是刑罚 那民法是什么呢 是你欠我钱 那你说你 那我欠你钱难道就是可以的吗 这个要看情况啊 如果你会还 然后如果你还利息 其实还好 欠钱不还是很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欠钱 那如果你会还 那这也没什么 那如果你欠钱不还 我跑去找法官抗议 说法官你看啊 他都欠钱不还 那法官就说 好啦好啦我叫他还你啦 这种事情 也不是说干嘛打我法官 而是说 这种事情很值得打我法官 他就是说那我叫他还你 还了就算了 那如果他一直不还你呢 你有权力要公权力 帮你拿他的钱还你 可是那是不是代表这个人 就多坏多坏呢 也不一定啦 说不定他穷啊 对不对 所以说欠钱这种事情呢 他害我受损 他侵害了我的权力 他侵害了我的权力 所以这样这是民事问题 你伤害你伤害我 这是不行的不好 不可以的 是刑事问题 那民事跟刑事之间 以这个法律制度来说 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可是呢 他们实际上 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的 我举例来说 我最喜欢举这个例子 就是早期啊 大家知道有一个东西 就是空投支票 空投支票就是签了 所谓支票 顺便介绍一下 快介绍一下 所谓支票就是说 我户头里面有放钱 可是我没有带在身上 所以我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在一张 当然不是随便一张纸 但是我就在一张特定的纸 就是说支票 我在支票上面写好金额 然后写好我的名字 然后也可以压时间 就是我也不一定 一定要现在马上就让你去换 所以可以说一个月后 那反正就是 我知道我这个 假设一个月后 我知道我一个月后 会有钱进来 那我就在这个支票上面说 你一个月后可以来 去银行领走那笔钱 假如时间长的 我们好像叫起票吧 我确定一步一样 那这样子就叫做支票 所以旅行支票就是说 它是可以在国外提领的 所以它可以当钱用 当现金用 那这个 这就是所谓的支票 那所谓空投支票 就是你收了我一张支票 结果你去换的时候 发现我户头里根本没有钱 那也就是说呢 我可能忘了 也有可能我骗你 然后也有很多原因 在现代来说 现代来说 这个是民事问题 说穿的是什么 就是欠钱不还 开空投支票就是欠钱没还 那欠钱没还 你就去找这个法官抗议 就说这个 按铃控告我 控告我说我侵权 那根据民法的里面的某一条 我欠你钱没还 那法律 法官就会叫我还你钱 不然就冻结我的财产之类的 或者是要宣告我破产之类的 不一定 那就是我欠你钱没有还 这是行事 民事问题 我害到你了 但是不是多坏的事情 但是在20年前 这个开空投支票是会被抓去关的 你看这个就是民事跟刑事的差别 民事就是说我侵害你的权力 法官就帮你把权力讨回来 刑事就是做这件事情是不准做的 所以做了怎么样 可以关 但也有很小的罪 不见得都要关 但是就是说它是一种罪 所以有的是可以关的 那在以前 就是说在20年前 如果开空投支票会被抓去关 它就违反刑事罪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能觉得说欠钱有什么了不起 这不是欠钱而已 我刚刚讲到支票其实相当于是怎么样 相当于是现金 那它其实就是货币 你明明没有那个钱 你还故意制造了一个假的 好像也让人家觉得你有那个钱 然后这个支票会在市场上流来流去 我就说这张支票可以去跟有熊老师换到钱 那我就把它拿去买东西的时候 就把它拿去当成钱来付掉 这不是不行的 假如背书转账就可以 就此类的 所以也就是说明明没有那个钱 你却生产了一个假的钱 所以这是什么 严重干扰金融秩序 它是在以前是开空投支票 是跟做伪钞的那个概念是接近的 就是说你明明没有那个钱 你去把它弄一个钱出来 就好像你去印了一张假钞票一样 所以这个是要抓去关的 后来因为商业比较发达 支票使用的比较多 大家渐渐就觉得说 没有那么夸张 所以后来就修法 从形式修成民事 就有 有这样子 那这个 还有什么例子呢 比如说在以前那个小三 小三 妨害家庭 现在妨害家庭是不是还是 刑事罪 妨害家庭 那以前这个就是妨害家庭 然后违反 违反善良风俗 比如说那种 这个 性爱party 之类的 那 这个就是行事罪 行事罪 妨害风化 后来的人慢慢觉得 那个 就是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慢慢的觉得 其实这种 第三者的问题 很难讲 谁对谁错 那这个 其实说实在话 有的时候 其实搞不好离婚也比较好 不定 很难很难讲 那 你这样子就把人家抓去关 好像对 对方有点不太公平 尤其这个 很容易不小心介入人家家庭的 有的时候是女性 因为女性 在社会上她 比较不需要工作 因为社会对女性的 就业的上面有点歧视 我认为女性应该乖乖的不要工作 那所以女性没有什么事嘛 那男性就比较忙 所以女性就比较容易 会在以前 比较容易介入人家的家庭 就是 不小心又跟另外一个男生 谈起恋爱 然后男性因为她在职场上 很辛苦 所以她喜欢炫耀 所以她喜欢 就是 会去找小三 那结果就变成说 每次这个妨害家庭罚到的都是女生 就有点不公平 就是 明明就是那个男的自己花心 每次都罚 罚人家 所以后来也是有一种声让 就是诉求要把这种 妨害家庭的问题 从刑事罪变成到一个民事的纠纷 就是说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罪 那这个都是刑事跟民事的差别 所以比如说欠钱不还 这种就是民事的问题 侵犯权利 这个 你把 你家的狗大便在我家这里 你把我的树砍掉 这都是民事罪 这都是民事罪 那有一些是刑事罪 比如说伤人 比如 就伤害别人 不是当伤人 比如说伤害罪 这个就刑事罪 诈欺罪 这个就刑事罪 那也是会有 这种把民事罪往刑事罪这边修理 修的这种诉求 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会觉得 某一种行为 它只是你请我愿的交易 后来觉得这样子已经算诈欺了 那就会开始慢慢的把这样子的行为 往刑事罪这边去改 也就是说 认定说你这个行为是政府 不允许任何人做的 做了我就要罚 就要关 那而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纠纷而已 那所以大家要留意 这个 就是我们在法律制度上面 民事罪和刑事罪的不同 好 回来看看刚刚的问题 已知这个从根水怎么样 这个判别是等于0 等于0 所以b平方-4ac b平方是4 4 16 减掉4乘3乘1 b平方16-4ac 所以是4 3 12 4 怎么样 跟正 c是k c不是1 所以是12k 12k 12k 减12k 等于0 所以12k等于16 k等于十二分之十六四三分之四 就是 这样就是重根 可以吗 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式子 已知这个有解求m的范围 那这体好像跟上面一起差不多 它是这个b平方16-4ac 但是要注意哦 刚这个是加k 我这个是-m 所以它在b平方 b平方是16 然后-4ac的时候 负负是得正 所以它是加12m 然后它要有解 那要注意这一点 有解不一定是一个解 也不一定是两个解 所以是有可能一个 也有可能两个 一个的话就是等于0 两个的话就大于0 所以这两个都有可能的时候 我们就写 大于等于0 这样子 所以一向 这个那么 12m 就会小于等于16 m就会小于等于三分之 啊 -16 3分之-4 哦不对 我写错了 抱歉 12m就会大于等于3分之-16 m就会大于等于3分之-4 那这个就是这个m的范围 下面这个 已知这个5解求a的范围 所以要5解的话就是b平方是1 减4ac4乘1乘a是4a 要5解要小于0 所以4a会大于1 所以a会大于1分之1 可以吗 都不难 都不难 好 然后最后这个已知这个重根 重根就是只有一解 也就是判别是要等于0 判别是要等于0的话 这个就是b b平方 减掉4倍ac 所以是8 2乘4乘3 8 3 24 这个要等于0 所以a加1的平方要等于24 所以a加1要等于正负 根号24 根号24的话是2根号6 所以a等于负1正负2根号6 可以吗 来看一下上次的作业 来看一下上次的作业 求解这个 那来练习练习公式解 2a分之-b 它的b是-3 所以是正3 正负根号b平方是9减4乘1乘3 这样子 所以这个怎么样 那你会发现它的判别式是 小于0的5解 下面这个 求解4分之x平方 这里是减 黏在一起 求解4分之x平方-x加1等于0 所以用判别式 你也是可以在这里用判别式 但是有点麻烦 因为它的分母 所以我们把它同乘4 同乘4 会得到x平方-4x加4 可以吗 那应该不用判别式吧 应该看得出来它这个是x-2的平方 我就懒得判别 x等于2 好 那么来看这次的作业 这个题目想想 我已经知道 ax平方加bx加c等于0 有两根α跟β的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为什么两根和α加β是-a分子b 两根基α乘β是a分子c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推论过一次了 不要回去看笔记的话 你能不能想到 想想看 那我们下一次会再介绍 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它 那阶级的客商这里